本投片为关于透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神气之地 小诗珠荷兰地 对干众邪恶 巨型角色 超强卡士阵容 云其在这个郁闷的时代 小镇之间无烟瘴气 种种乱搞 人人心中都有恶魔 一起来看看男主角 该如何捍卫系列 与他所爱一切 新片上一家 Netflix新推出 会及重大咖的大作 由他们或安德 肩负习贯穿全剧 男主角的重担 简单说 这是一个重大咖 心中都有恶魔 就像英文片名 The Devil All The Time 各种原因 有人被各喜的角色 就被害死 最后再由男主角 将他们一个接一个 统统挂掉的故事 嗯 虽然说了 整个故事 是笼罩了绝望的雨晨们 是一部比较让人 咀嚼抑抑郁剧情的神怒电影 不过也绝对是值得 喜欢电影的朋友 来了解一下 在电影的开始 由连贯整部片的口白 先是介绍了 俄亥二州的诺肯斯提症 跟其为金尼亚州的 美其症 地理位置背景 然后再点出了 住战诺克斯提 罗素夫妻 跟他的小孩亚文多数 也就是长大后 由汤姆霍安德 饰演的男主角 这部电影的剧情 其实相当的细处 各角色之间的关系 是有那么一点点 错综复杂 有些人们看起来 也没有什么关联的 不过随着剧情 时空不断地交错 来回陈述之下 也是将这些 风马牛不相企的剧情线 慢慢地透过亚文这个角色 给关联了起来 所以在这边 W会整理过的叙述 来介绍剧情 像是先来开架的 男主角亚文家族背景 大家应该知道的 他里面的邪恶小丑 由比尔史克斯加 饰演为了亚文的老爸 老家原本是住在 美其镇的 在打完二战 从南太平洋 回到了美国 现在诺肯斯提 附近的米德镇 遇到了亚文的老妈 由海利班奈特 饰演了夏绿蒂 然后在结婚 生了亚文之后 搬到诺肯斯提 而在老爸老妈 前后故事之后 当时九岁的亚文 再又搬回去美其镇 跟奶奶爱马 与舅公二思可 还有他们领养的 雷罗娜一起住 一直到1960年 一转眼看到 亚文长成17岁 据起来的主线 是亚文他们 读出家族为主作 包括了一开始 亚文他老爸 与老妈相遇的过程 算是他的寄命 雷罗娜是如何来到他们家的 另一方面 还有一些支线的故事走线 像是对立克雅夫 饰演了三帝 在同那时期里 遇到了杰森·克拉克 饰演卡尔 还有三帝的哥哥 东宾塞巴斯丁斯坦 饰演李 一个贪账王法 诺肯斯提的寝掌 而故事里面 占有相当重要分量的 是在于信仰 这个课题上面 可以看到 这些表面看起来 纯朴小镇的居民 但在二战之后 接下来又是1955年 开打的越战 人民对于宗教 信仰这回事 却是产生了 有相当多面向的变化 像艾玛阿玛 仍是一只相当虔诚的教徒 但老爸为乐 则是因为经历过 战争常故随常 不再遵循他原本的教派 反而是另外找到他 自己心灵中信仰的归属 而在教育亚文上 也主张对抗不公义的霸凌 叫他要挑对时机 来反击那些 不玩好意的玩巴蛋 虽然跟老爸老妈 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但这些桥段 却是在亚文心中 留下深刻长远的影响 而在过生日时 二思可送给亚文的礼物 是之前为了送给他 得志的鲁格所向 就共甲所向 交给亚文象征的传神的意义 跟先动了后面为信念 寄予力真的一个开始 而老爸在他们诺克斯蒂家 旁边苏印尼 自己立起了一个十字架 祭坛 这也是老爸的心灵归属 也变成是亚文的圣殿教堂 韦勒将他原本信仰 转换成另一种形式 也是时常带着亚文来到这里 叫他坚强 向他前任地跟上帝祷告 进行忏悔 只是狂乐信仰 以及造化动人 老妈夏日地得了癌症 不管韦勒再怎么用力祈祷 都没用 甚至挂掉了亚文的国 杰克来作为献祭 仍然还是无法挽回 老妈后来病逝 然后也在埋葬了夏日地 当天晚上 亚文在书林里 发现了老爸 自杀在十字架的一旁 亚文搬了一个阿嬷住之后 跟雷诺娜一起生活长大 也来看一下雷诺娜这边 亚文是把雷诺娜 当成亲妹妹一样照顾 但其实亚文与雷诺娜两个人之间 并没有血缘关系 雷诺娜妈妈 是由密养瓦斯科斯卡 饰演的海伦 原本爱马斯非常想把无心无故 也同样是前人教徒的海伦 介绍给维勒当老婆的 但因为那时候 维勒对夏日地一见终极 所以两个人并没有成功 反而后来夏日地 是嫁给了哈利梅林 饰演的罗伊 是一个相信会有神机的狂热牧师 做了一堆蠢师 像是把一堆蜘蛛 放在自己头上 身后是挂掉自己的老婆海伦 还以为自己可以凭借的神机 在让海伦复活起来 由这样海伦被罗伊挂掉后 其实之后罗伊又被连去杀人的情侣党给挂掉 雷诺娜变成婚女爱马 也就收养了雷诺娜 无度又 对宗教信仰的狂热与偏风 前面有罗伊 再来看到的是第一个角色案例 由罗伯叛丁生饰演的普莱斯顿牧师 是原本老牧师的外甥 但因为老牧师身体不是要离开小镇 所以换成了普莱斯顿过来接他的位置 却也是因为这位年轻新牧师的到来 开始为大家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然后刚刚有提到了三弟与卡尔相遇 也提到过干掉罗伊的连续杀人情侣党 其实说的就是三弟跟卡尔 卡尔喜欢拍照摄影 但也是相当变态的杀手 喜欢拍人死之前的挣扎 痛苦还有死人的照片 而三弟则跟卡尔相遇之后变成狼狈为奸 两个人时常开车在各州借旅行 并在工作上让一些无辜的陌生人搭便车 接着在骗到湖边树林的荒郊野外 以三弟供与受害的人 降低对方的借心之后杀害 重点就是为了拍下杀害对方过程的照片 阿玛对中央信仰是超级虔诚的 雷洛娜受到的影响也是 心如一家人又相当善良的雷洛娜 跟雅雲之间形成的强烈对比 两个人更是有一种雄美默契 一直在相互照顾雅雲保护她 每一招收到霸凌 雷洛娜则是安定了雅雲躁动的心 而中央信仰原本是应该要稳定安定人心的 但雅雲他们一家人生活 却也因新牧师发生了变化 新来牧师不懂得人心事故 欢迎会上有点益子的爱马鸡干这道菜 有点穷酸 一整个让中到前程的爱马 是无敌自容 而另外还有更糟糕的是 这位年轻气盛的目光吸血鬼 喜欢搭讪女教徒 也看到了雷洛娜就这样 被普莱斯顿给吸引了 虽然这部电里面 没有特别强调到反文化运动 不过单身于二战后 银河潮属于人心浮动60年代 即使是生产在偏向小镇的雅雯 也是有着这样一种反文化繁体制的基因 在暂时年代 潜在了许多对社会不满年轻人 重新思考定义了各方面的价值观念 包括民权运动 反战 反文化 嬉皮 性解放 是一个激烈的机器云疯狂 也是黑暗与失落的年代 而这些多潮也是反映在这部电影的群上 对人心不信任 分支技术 由以暴制暴倾向了雅雯 恐怖冷血的冤暗大道 黑白通吃了警长 还有国内少女 普莱斯顿 引诱设施卫生的雷罗拉 害得雷罗拉怀孕 又要逼雷罗拉自己去拿掉 这些布兰事件 造成的小镇的布兰尼 也是慢慢酝酿 终于激荡了出后面整个连环爆的杀戮 神奇世界的导演 是安东尼欧·坎波斯 改变是唐纳德·雷·帕洛克 201年的同名小说作品 部分的故事也是根据了作者自己亲身的经历 而透过导演影像表现出来 观众更能够从中感受到黑暗与恐惧压迫的氛围 包括了一次想不开雷罗拉 想掉要上吊自杀 然后又突然想开不想自杀时 所以同时划掉 发生不幸 雷罗拉真的挂掉了 接着雅雄从警方告知 得知雷罗拉怀有生孕 又在目睹牧师继续在诱拐其他少女 推出了雷罗拉怀孕 伤吊自杀 应该跟牧师有关系 所以拿了鲁格首枪 就跑去跟普莱斯顿问话对职 甚至在教堂里面 就直接开枪挂掉了牧师后 没有对艾玛说什么 不过而比 并开始一个人逃亡流浪 而开始浪迹天涯的雅雾 后面又会有何遭运呢 下一段预告之后 将来介绍 最后结局 如果还没看过电 或想保有点神秘感人 建议看到这里 夜路走多路 果然真的就是会撞到鬼 从一开始片段经营的 这些剧情在此也关联起来 雅雯再挂掉了牧师后 不能回家牵连到阿玛 想说先到诺康史厅 看看再打算 卡宇三帝则是再次上路 找陌生倒霉鬼来下手 但却好时不时 遇到了雅雯在拦车 要打扁车 而由于在跑路 雅雯对这队是充满了戒心 然后车子停在家外 又看到卡尔腰卷有枪 雅雯深深觉得非常不对劲 不过在这边 雅雯还是幸运的 在卡尔把枪拿出来 还来不及时 雅雯就先避着他 之后也挂掉了山地 不过也是引起了 亲掌里这边的注意 里得到通报 知道了沙拉牧师 他妹妹妹婿 用的是同一支手枪 也推测雅雯回到了诺肯史提 所以因为担心雅雯手上 有不利他的证据 里一个人跑去要干掉雅雯 但最后雅雯大吉 还是比较多 先刮掉了里 最后剧情雅雯又搭上了便车上路 没有目标 但又是如是重负 沉沉睡着 来作为结尾 中文来说 看完之后 有一种想要沉重又哀愁感触 冥冥之中 皆有电视术剧情环环相控 受到情势所迫 又是一屋刻一屋的概念 整个里面包裹种种的无可奈何 又在会议成对抗暴力影像 所造成的冲击异道 极强修强力 会有一种让大家久久 难以释怀的感慨 对于过去情感上面 雅雯对于一切是极为感性 老爸老妈甚至没有忘记 回来埋葬了杰克 也在重围到这座 深门在他心中的教堂 雅雯慢慢能够体会 老爸当时的心情 为救他所信爱的人 愿意牺牲所有的一切 包括了老爸自己的生命 而过去点滴与执着 也是深深影响到雅雯身上 是一种为了信念 正义的扯上固执 即使动用实行 所以也在经历了这些之后 雅雯觉得过去 没有什么好观念的了 即使未来还是未知 但还是放很松一整个睡着 当然了可能很多人 会觉得这部片很闷吧 但如果可以静下心来体会 应该会有不少收获 至少可以把想象成 小蜘蛛再次惨淀东宾 也是蛮有趣的 一种错棚的联想咯 曾经有推荐给 喜欢看剧情片的朋友 有看过朋友 可以来说说你有喜欢这部吗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点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点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